各位推特好,这里是由i.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GS系列教程,我是朱家老师大地,那这一讲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科码打造这个企业级的CMS内容管理系统的功能分析,以及我们这个数据库的ER图设计。 在看这个之前,我们首先看一下什么是这个CMS啊,CMS。 那下面的话是来自于这个百度百科,那CMS就是这个内容管理系统,那内容管理系统是企业信息化介绍和电子证物的新宠,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市场。 对于这个内容管理,业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理解啊,说了等于没说,这就叫CMS,你先知道它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那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说,到底什么是这个CMS呢? 比如说我们这边打开几个网站啊,首先看一下这个百家号,对吧?百家号,百家号的话,这里边相对于就是主要是一些新闻,对吧? 像这个就是一些新闻,那这个百家号这个网站,它其实就可以说它是一个内容管理系统,内容管理系统。 那我们再看一下,再看一下我这个这样一个啊,这样一个什么呢?美容医院的这个网站,那这样一个美容医院的这样一个网站,它其实也可以成为一个叫内容管理系统啊, 它也是个内容管理系统,包括这里边这个啊,还有这样一些企业网站,我们都可以把它统斥为这个内容管理系统。 那具体是什么叫内容管理系统呢?就是我们可以有类似于这样一个后台,也叫这样一个系统,可以管理我们对应的一些,比如商品数据, 或是我们这个新闻数据,或是我们这个案例数据,这就叫内容管理系统啊,就是我们回头想实现的就是, 首先应该有这样一个后台管理,然后其次的话,应该有这样一个,类似于这样一个,啊, 前台的一个,呃,一个页面。 那我们后台管理,就是你在这管理增加商品以后,那这里边它就动态的写实商品, 你在这增加龙膜图,那它这就动态的写实龙膜图,那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内容管理系统, 啊,那我们这里边的话,看一下我们回头要实现的一个内容管理系统的主要功能有哪些, 那我们这里边实现的话,还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内容管理系统, 当然它的扩展性也是比较强的,就是我们回头这个后台管理系统啊, 我们回头实现这个后台管理系统,我们要实现哪些功能呢? 首先,就是我们,就是这一套后台,我们能实现类似于百家号这样一个切材, 就是我们的后台,我们可以实现这样一个网站, 当然我们的后台也可以实现类似于它,啊,就是类似于它这样的一个美容医院的网站, 就是我们一套程序,我们回头,我们切材的皮肤不一样, 那我们实现的功能就不一样,啊,但是我们也可以实现类似于这样的一个,啊, 一个,一个外包公司的企业官网,啊, 这就是我们回头这个CMS内容管理系统要实现的功能啊, 就是我们虽然有这些模块,但是我们这些功能只要增加以后, 你切材想实现什么功能,啊,那我们常见的一些功能基本都能实现, 这就是我们回头要实现这个CMS内容管理系统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就是我们一个网站啊, 经常要在我们后台管理哪些东西,啊,管理哪些东西, 那首先的话,我们这个后台你肯定要登录,对吧, 所以管理员管理肯定要有管理员的增删改查, 那我们这个网站有没有龙波图呢,啊,那比如说这个, 他这个这个网站肯定有,对吧,这么大个龙波图, 包括啊,他这也有龙波图,包括啊, 这个网站他也有这个龙波图,对吧,也有这个龙波图,啊, 所以我们还要有这个龙波图的一个管理,对吧, 龙波图管理,那内容的话, 他有应该有,有我们这个分类,对吧, 内容有分类,比如说什么叫分类,啊, 比如说这些就叫分类,对吧, 到底是移动APP还是微信公众号,啊, 比如说医院,医院你到底是我们这个, 呃,到底是属于这个科学教学这个分类,啊, 科学教学这个分类,还是你属于这个, 呃,真人案例这个分类,对吧, 真人案例的分类,还是你属于其他的分类, 对吧,啊,这就叫我们这个分类, 包括这里边也是一样, 你到底属于APP还是应用开发, 还是我,还是这个软件产品, 那这就叫我们这个内容的一个分类, 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内容管理, 内容管理的话,就是我们具体的,啊, 具体的,比如说,你到底是APP,对吧, 还是我们这个应用, 然后这里边可以点开, 那这个就叫内容,啊,叫内容管理,啊, 包括百度里边,那什么叫内容管理呢, 就这里边,这就叫内容,对吧, 这叫内容管理, 那这个有了以后,我们还应该有什么呢, 有导航管理,什么叫导航管理呢, 你看啊,就这上面这个导航, 它不是写死的,它应该从后台可以配置的, 比如说,啊,比如这个导航, 比如这个导航,那其实不是在这写死的, 后台只要管理人员,在这后台增加一下, 那这个导航就变了,或者修改一下就变了, 这叫导航管理,对吧, 那下来还有什么呢, 还有友情劣接的管理, 友情劣接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网站最底部的这个友情劣接, 包括,啊,这些网站, 它也应该有友情劣接,对吧, 对吧,也应该有友情劣接,对吧, 当然有些可能没有, 我看这个网站也没有,啊, 大部分这个网站还是有这个友情劣接的, 对吧,友情劣接,啊, 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 当然应该有的,回头得慢慢找, 这就是这个友情劣接的管理, 我们回头也要有, 看它有没有,啊, 它这里边有网站导航, 啊,有啊, 这里边有友情劣接,看一下, 下边啊,这友情劣接,啊, 有友情劣接管理,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友情劣接的增加感查, 当然我们还有系统设置, 什么叫系统设置呢, 比如说,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网站, 网站你的一个, 网站你的一个标题关键字, 还有一些其他网站的logo等等, 就是我们网站切台这个logo, 我们应该也能后台替换, 对吧, 因为你给那个, 把这个网站写好以后, 你给人家客户, 人客户肯定不会写代码, 对吧, 所以我们后台, 我们还要管理这个logo, 对吧, 等等, 这就叫系统设置, 这个呢, 这大概就是我们这个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些主要功能, 当然还有切台, 切台的话, 我们回头再看啊, 实现不同的功能, 那你切台的这个页面, 也包括还有api啊, api接口, api接口也是, 你看你的移动端要放哪些东西, 那我们根据这个后台数据库的内容, 我们提供这个api, 这就是我们这个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个功能分析, 功能分析完成以后, 那接下来啊, 我们就给大家设计一下, 我们这个内容管理系统的一个数据库啊, 数据库, 当然我们这里边, 我们写设计, 我们能想到的这些东西, 当然回头我们这个可能还会有变化啊, 那这里边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打开水呢, 打开我们这个ER Studio, 这样的一个工具, 我们给大家设计啊, 首先你看一下啊, 我们要管理这些东西, 我们有数据库, 首先管理员管理, 那管理员的话, 你是不是要有管理员的数据库表, 对吧, 所以我们首先来个管理员的一个表, 管理员, 那我就在这来一下, 管理员那就是我们这个什么呢, anemy啊, anemy, 管理员, 那管理员我们这里边增加, 增加这里边有哪些次端呢, 首先有个自动, 自己生成的ID啊, 这是mogodb自己生成的ID, 但是这里边我就不选类型了啊, 我就不选它到底什么类型了, 我们就直接增加, 回头我们在数据库创建表的时候再说, OK, 那这就有ID了, 然后有ID以后, 我们管理员里边还应该有什么呢, 还应该有一个叫user name啊, 管理员的名称, 还有管理员的一个, 呃, 什么呢, 管理员的密码, 管理员的密码, 那这还应该有管理员的一个, 呃, 比如叫增加的一个时间, 还有管理员应该有个登录时间, 对吧, 呃, login time, 管理员的一个登录时间, 还有就是管理员的一个状态啊, 管理员状态, 什么叫管理员状态呢, 呃, 比如说我们这个管理员, 他离职了, 对吧, 离职了, 那我是把它置为无效, 呃, 这叫状态, 管理员状态, OK, 这大概就是我们当前是管理员表就设计好了啊, 回头要有这些字段, 那接下来我们再复制一个过来, 管理员搞定以后, 那接下来我们看啊, 就是这块内容就有管理了, 接下来还有龙波图管理, 对吧, 龙波图, 那里边写龙波图, 龙波图有ID, 龙波图还有什么呢, 龙波图有标题啊, 虽然有些这个标题不写实, 但是我们也要把它给写上啊, 龙波图有标题, 标题, 龙波图肯定没有password的, 我把它删掉, 龙波图有没有增加时间呢, 也有对吧, 然后把这个也删掉, 龙波图还应该有谁呢, 龙波图是不是还有图片啊, 那叫图片, 就龙波图你要有图片对吧, 那龙波图还有什么呢, 还有跳转的地址, 那我们来个URL, 就是它跳转的一个地址对吧, 那接下来龙波图咱还有状态, 这就是我们这个龙波图, 基本就搞定了啊, 龙波图的表, 这龙波图增材改善, 你就操作这个表, 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啊, 那这里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我们这个内容锋利的管理, 包括内容管理, 这个的话我们就叫一个, 我们叫内容, 内容我们就叫, 叫我们这个, 叫article吧, 文章啊, 文章那就是我们叫article一个kit, 但这个表并不一定只是放文章, 我们可以放锋利啊, 就你如果是案例, 你就放案例, 如果你是个新闻, 你就放新闻对吧, articlekit文章锋利, 那文章锋利有标题, 文章锋利有什么呢, 有描述, 那就是dcrip描述, 那文章锋利应该有描述, 就这些我们回头要在后台增加, 对吧, 标题描述, 那文章锋利还应该有什么呢, 文章锋利有标题描述, 还有它的一个叫关键字, 对吧, kywd关键字, 关键字给谁用呢, 给搜索引擎用的啊, kwds, kwords关键字, ok, 那文章锋利也有增加时间, 但是文章锋利我们要做个多级锋利, 那怎么做呢, 就这个只是一个文章锋利, 对吧, 我们文章锋利想和文章锋利关联起来,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里边, 我们再增加个次段, 当然这个大家可能听不懂, 有些同学没基础, 对吧, 没基础可能听不懂, 这叫pid, 就是我们回头这个表, 是做一个关键表, 就是我们文章可以和自己关键, 这叫文章锋利, 那这边我把它拉一下线, 就是你这个pid, 回头多条数据和它的这个, 谁是关键起的呢, 和它这个id是关键起来的, 上等一下, pid和它这个id关键起来, 当然现在大家可能看不懂, 看不懂, 我们先给大家把这个实现了, 回头再说, 这叫文章锋利表, 那有文章锋利以后, 那我们还应该是不是有文章表, 文章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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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里边我们先把这个关键关键先删掉, 那文章有什么呢, 有id有标题或者叫内容, 有id有标题有描述有关键词, 那文章还应该有我们这个叫什么呢, 叫content, 也叫内容对吧, 内容关键写作内容, 那还应该有, 那就作者也写上, auth作者, 当然也可以不写啊, 作者, 那基本文章的话就基本差不多, 那文章的话, 你是不是要文章, 你属于哪个锋利对吧, 你内容属于哪个锋利, 我们是不是还要应该有一个叫cid的东西, 也叫锋利id对吧, 你回头是不是要和对应的锋利关联起来, 那这样我们这个文章表基本就ok了, 当然回头, 我们看一下文章应该有什么东西呢, 文章是不是可能会有图片, 有没有图片, 比如这里边文章有图片对吧, 那就是文章有图片, 文章还有阅读量对吧, 阅读量, 文章还有增加的时间对吧, 有分类, 有时间, 有阅读量, 有标题, 有内容对吧, 行了, 那就是文章有分类, 有id, 有描述, 有关键词, 有作者, 有内容, 有增加的时间, 但是这个pid不需要啊, pid不需要, 还有什么呢, 还有点击量, 点击量我们来个数量, 没有增加进去, 稍等一下啊, 点击啊, 增加进去了, ok, 那这里边怎么没写实呢, article, 保充一下, ok, 这里往上拉点啊, 往上拉点, ok, 那这样这个文章表就搞定了, 那文章表的话, 它和谁关联的呢, 它和这个文章的分类关联起来, 所以我这边就把它俩关联起来啊, 关联起来, 啊, 在这里边, 我们, 我看一下啊, 文章分类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这个, 呃, 一个文章可以对应多个分类, 那就这样啊, 一对多, 当然这里边我们, 这个也画的不是特别对啊, 这个, 那我就先把它去点啊, 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 啊, 他俩的一个关系, 那同理, 这个也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其实也是, 呃, 一个对应多多跟他, 一对多啊, 就他俩自己是一个一对多的一个关系, 呃, 但是画不上去, 那我就先不画了啊, 就这样, 回头要注意, 这里边有个PID啊, 那接下来再继续, 文章搞定了, 那我们还看有啥功能啊, 那这里边还有什么呢, 还有稍等啊, 我们找到这个CMS, 还有我们这个导航管理, 对吧, 导航管理, 那就是NAV表, 导航, 那就是NAV, 稍等一下, 导航呢, 我们也把它拿过来, 和它应该是差不多的啊, 这叫NAV, NAV, 那这里边有ID, 有标题, 然后有图片吗, 没有图片, 不需要图片, 然后有跳转地址吗, 有, 然后OK, 这叫NAV啊, 导航管理, 那这就搞定了, 搞定以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友情列阶管理, 对吧, 友情列阶, 那友情列阶, 和这个好像又是一样了, 对吧, 那我们再写友情列阶, 叫link表, link, 然后有ID, 有title, 有描述, 当然你看你这友情列阶是, 如果有图片的话, 你这边再加个图片, 到底是个图片的友情列阶, 还是个文字的友情列阶, 对吧, PSC, OK, 那这样, 这个表就搞定了, 这叫友情列阶的表, 那接下来还有, 还差啊, 还差什么呢, 还差我们系统设置, 系统设置的话, 那我们先随便拉一个过来, 系统设置, 拉一过来, 拉一过来这边SETT设置啊, 这叫设置的一个表, 设置的话呢, 我们这里边有叫, 比如说叫, 呃, site, 内蒙啊, site, 内蒙, 网站的标题, 网站的标题, 还应该有网站的一个URL, 那就site一个URL, 网站的一个域名啊, siteURL, 还应该有什么呢, 有我们这个logo, 网站的logo, site, logo啊, 网站的一个logo, 当我们再想, 还看有什么啊, 有网站logo, 然后这里边还应该有网站的这个, 呃, sign name, 网站的 title啊, 网站的, 或者我们sign name, 就叫网站的标题啊, 那这边还有网站的一个ky, wrds, 网站的关键字, 首要的关键字, dcrip, 网站的一个描述, 对吧, 网站的描述, 还有网站的一个, 呃, ICP, 呃, ICP的一个备案, 对吧, 网站的一个备案号啊, 网站的备案号啊, 然后这里边我们再想想还有什么东西, 当然还有我们这个叫, 呃, 联系我们, 对吧, 联系呢就, 呃, 或者about啊, 关于我们, 你在网站最底部写上的, 对吧, 就这些东西, 呃, 当然我们先放这些东西, 当然回头想到, 再继续放啊, 这就是我们这个, 呃, 内容管理系统的这些表, 啊, 内容管理系统的表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这个内容管理系统主要就是做什么呢, 主要就做我们这几个表的一个增刷感察, 包括这里边表的一些关联, 比如这个文章, 文章的话, 我们应该是个多级锋利, 对吧, 多级锋利, 那你自己要和自己有个有个关联的关系, 啊, 比如自己要和自己有个关联, 我们看这里边能不能拉啊, 能拉, 稍等一下, 自己和自己应该有个关联的一个关系, 对吧, 关系, 这边我拿到这, 关系, ok, 在这里边我先就这样写啊, 他这边给我这个, 我们这个图可能这画的不是特别准确啊, 不是种特别准确, 因为他这里边, 我看一下能不能重新来一下啊, 一对多, 那就这, 点一下这, 点一下谁呢, 点一下他, 他这个还没发自身和自身管理啊, 那我就写不画了啊, 这个就不画他了, 大家知道, 就是我们回头这个分类, 我们要做一个多级的一个分类啊, 行,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什么呢, 项目的这个功能啊, 以及我们项目里边所需要的这个数据库表,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清楚了, 介绍清楚以后, 那接下来下一讲, 我们就开始搭接我们这个项目的一个架构啊, 搭接我们这个后台管理系统的一个架构, 首先实现我们这个后台的一个内容管理, 然后回头再实现我们这个切台的东西, 然后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叫CMS, 内容管理系统啊, 内容管理系统, 然后